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這次來上手的測試一下 英特爾最新發布的桌面版時代酷睿處理器中 不帶K不能超頻的i3-10100和i5-10400 話說時代這個名字是真的長 ANCA時系之後變成四個字我就覺得已經很難練了 英特爾居然搞持了五個字的編號 再加個KFC之類的後綴就變成六七個字了 回到主題 前段時間我們已經測試過了中高端的時代i7-10700K和i9-10900K 不過這兩個型號畢竟比較貴 價格更實惠的i3-i5相信會有更多的人關注 在九代的時候不帶核顯的9100F和9400F 也受到了很多預算不高的遊戲玩家的青睞 所以這次我們也抓來了看起來有機會大賣的10100和10400 來做了一下對比測試 右邊那個寫著英特爾機密的是QS版的10100 在我們開始測試的時候這個型號全世界都沒得賣 找了老半天都找不到我就去鹹魚買了一顆QS版的回來跑測試了 萬能的鹹魚總會出現一些你想都沒有想過的東西 QS等於Quality Simple是正式上市前的最後一個測試樣板 和正式版基本就是一個東西 在CPUZ裡面也可以看到 10100是可以正確識別出型號的 只是屁股後面掛了一個ES的後綴 也就是俗稱的陣線 對比上代i5 10400在製程、TDP、指令機等方面都沒有什麼變化 而說起來我們這一顆9400在刷了最新BIOS的B365上面 也是沒有了TSX指令機 然後時代酷睿全系列都支持了超線程 i5變成了6核12線程 i3是4核8線程 最大銳屏對比上一代有所提升 除了我們上一次10700K跟9900K的對比測試中可以得知 10代和9代的核心同頻性能其實是差不多的 而9代和8代的核心同頻性能呢 又是差不多的 8代和7代的核心同頻性能它還是差不多的 所以i3 10100其實就是頻率高了一丟丟的i7 7700 i5 10400就是頻率低了一點的i7 8700 那麼這次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我是翼王,我們下次再見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還是很認真地跑了對比測試的 把CPU反過來之後可以看到 底下的針腳已經換成了LGA1200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Intel每兩代換一次針腳也算是多年來的慣例了 所以為了配合新處理器 Intel也推出了新的400系列的主板 這次我們搭配測試的是按照以前的情況來看 應該會有比較多人選用的B460芯片組主板 對比上一代,B460南橋轉出來的PCIe通道數量變成了16條 USB接口變成了USB3.2J1X1 也就是換了名字的USB3.1J1 而USB3.1J1呢 它又是換了名字的USB3.0 所以其實還是沒有變 過來就是加入了對Intel 2.5G網卡和WiFi6無線網卡的支持 內存支持的頻率也上到了2933 不過i5 i3默認只支持到2666 也就是說對比上一代其實還是沒有什麼變化 拿Z490配10100來超內存的人應該是比較少的吧 我們這次使用的主板是不管Intel還是AMD平台 口碑都還不錯的排氣炮系列 這一代的排氣炮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供電了 電感直接給到了13顆 芯片也是密密麻麻的 看起來帶動我們這次測試用的CPU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幾年的CPU不是不能超頻就是出廠即灰燼 現在我都基本上不太關心主板供電的詳細情況了 這裡就把芯片的照片放出來給感興趣的人參考吧 背後IO接口的檔板換成了一體式的 同時可以看到板載了2.5G的網卡 這一個升級倒是比較實在的 當然有了供電和網卡等的升級之後 B460M排氣炮的售價也水漲船高來到了900塊錢左右 對比上一代600多的售價 點下單按鈕時的心理壓力確實是大了不少 而且從用量來看要降價的難度也有一點高 接下來介紹一下這次除了10代酷熱以外的參選手 以及其他搭配的硬件 因為時間有限的關係 還是一個9代的酷熱處理器i5-9400 加一個AMD定位接近的R5-3600處理器 這兩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多做說明了 他們的主板分別用了B365M排氣炮和B450M排氣炮 都是同個系列用在對比測試中應該算比較公平了吧 內存是便宜好用的C9BJR顆粒的英銳達博勝系列內存8GB×2 是帶幻彩RGB的燈條 翼王的長寶格有獸 內存頻率按照慣例採取了各個平台所能達到的較優設置 畢竟能超內存或者是能上到更高頻率那也是平台的優勢之一 所以營條這邊是開了XMP 然後被主板自動限制到了2666的頻率 內存XMP下的時序是C15 畢竟很多的2666的條子還跑著C19的標準時序 這個設置應該不會成為瓶頸了 AMD這邊則是超到36C1619 是C9內存比較容易超到的適合瑞隆三代平台的頻率 為什麼不超到4000以上這一點 上一次的10代i7 i9評測以及去年的3900X評測都有講到 感興趣的話可以去翻譯一下 散熱器用了利民的AS120是上一次百元散熱器橫屏中 Intel平台和AMD平台的表現都不錯的型號 在這個價位的裝機裡面百元的散熱算是比較常見的搭配 而且上一次測試時在開放平台下 3900X也壓得還蠻蠻乎乎乎 電源用了之前評測過的ROG雷音Street 750W 是金牌轉換率的 這個價位的裝機上太精電源應該不太現實 但是金牌電源還是很容易買到的 SSD是普克特的M9P Plus 512G 是PCIe 3.0x4的高速固態 測試中的遊戲什麼的也都丟在裡面了 硬盤速度這一次肯定是不會造成測試瓶頸的 同時在上次測試中已經知道 連高端的Z490都不支持PCIe 4.0固態 這一次也就懶得失了 最後顯卡是肥仔上一次用車架的公版PCB的 EVJ2080Ti Brower換了鹹魚買回來的 公版散熱器的自製的人薰版2080Ti 對於i3i5處理器來說 這張顯卡在遊戲測試中肯定是不會成為瓶頸的 公布成型前還是慣例性的說明一下測試環境的設置情況 軟件、遊戲、系統、BIOS等等都是當時有的最新版本 性能可能會受到補丁或者是主板功耗強之類的影響 不過一般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個位數百分比的小邊差是可能會有的 同時BIOS的設置除了記憶體也是全默認 沒有手動去開啟跑分優化什麼的 AMD這邊也沒有手動超頻 PBO的話B450M排擊砲默認是設置到AUTO 我們試過手動射到打開 發現跑出來的成績差不多 那就當它是開了PBO吧 另外就是為了確認B460對比Z490會產生多大的性能損失 我們還專門在Z490 ACE上面測試了一下10400的性能 後面會一併放出來 OK,那麼來公佈成績 老朋友Cinebench得益於線成數和主頻的雙提升 10400對比9400單核和多核成績都明顯高了不少 i3-10100的多核成績和9400的差距也不到10%了 而R5-3600因為Boost頻率其實更高 銳龍架構的多線成效率也好一些 所以單核多核都比10400要強 B-Ray和Cinebench的情況類似,畢竟都是3D渲染軟體 在我們測試過的項目之中 10400在Z490 ACE和B-460排擊砲上面的成績表現都非常接近 Z490只強個1%不到 i5在B-460排擊砲上面的性能發揮還是不錯的 3DMark times by物理分,10400反超了3600 看來遊戲中英特爾處理器還是有一點優勢 具體要看後面的遊戲實測 W Prime還是唯一一個9代單核表現比10代還要好的 明明在B-365M排氣砲的新BIOS下 9400在CPU-Z裡面已經不顯示TSX的指令級了 不知道是CPU-Z識別錯誤,還是說這個成績的差異是別的地方造成的 最後一個理論跑分是Specworld Station 這個軟件內置了一堆專業軟件 按一下就能完成多種測試,非常方便 這個測試中的軟件吃單核跟吃多核的都有 這裡還是挑了幾個比較常用的 結果是10400和3600互有勝負 除了理論跑分軟件以外 我們也嘗試了對一個實際的PR視頻工程項目進行了導出測試 不過最近PR更新了14.2可以用顯卡來加速了 而且效果也不錯,所以這個測試現在變成僅供參考了 這裡的軟件導出就是純用CPU計算 硬件導出是使用核顯來加速的 3600沒有核顯,自然就沒有硬件加速的成績了 不過這核顯加速的效果似乎不太穩定 10400用的核顯時間反而長了 而10100居然可以跟10400一樣快 總之軟件編碼的成績要更有參考價值一點 內存性能我們也進行了測試 B365和B460平台因為最高只支持到2666頻率 內存的帶寬對比R53600肯定是要低不少 而R53600的延遲還是會高一點 即使內存頻率已經高出了不少 這算是魏龍系列的老毛病了 具體對遊戲的影響就要看接下來的遊戲測試了 說到遊戲因為CPU比較多,時間有限 這一次只跑了4個遊戲 電競和3A單機都有 第一個還是老朋友,就快要量的吃雞 這個遊戲對CPU的單核性能以及內存帶寬都比較敏感 這個遊戲的設置是1080P三極致 挑的地方是自閉城,一堆人趕著送死的地方 所以對配置的要求也比較高 在這個項目中10400和3600非常接近 實際遊戲中它們的Boost頻率也是基本一致的 而上一代的9400就要低幾幀了 畢竟主頻也要低一點點 不過比較奇怪的是10100要比9400再低幾幀 明明銳頻要高一點 而且看占用CPU也沒有吃滿 可能是優化問題 過來的遊戲是大表格2 1080P最高特效 這個遊戲的測試場景因為有一點隨機性 對不同平台的優化也有點差別 所以這也還是取最後總的平均幀做了一個表格 然後結果是只有10400不知道為什麼高了幾幀 其他幾顆CPU的幀數基本差不多 回來仔細看了一下錄像 發現大多數時候10400確實是最高的 10100和9400當占用比較滿的時候幀數就會出現明顯下降 而3600大多數時候會比10400低幾幀 然後偶爾會出現幀數比10100還低一點的情況 所以平均下來就是剛才那個成績了吧 我們對這個遊戲重複跑了幾次都是差不多的結果 應該就是優化的問題了 接下來又是一個自帶測試場景的老遊戲古墓11 這個遊戲是低加密的 所以可以看到在第一個場景中四顆CPU的佔用都非常高 幀數的情況是10400和3600比較接近 9400和10100比較接近 最後的平均幀針統計結果也是這樣 看來intel的刀法也是有點東西的 最後一個遊戲是跑測試的時候還算火熱的COD戰區 因為這個遊戲沒有自帶測試場景 所以還是跑了一段相同的路線來做對比 出來的結果是10400和3600比較接近 10100和9400比較接近 然後後面這兩個CPU的佔用都非常非常高 後台再開點東西的話可能就會有影響了 除了遊戲以外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項目就是溫度和功耗 這次我們專門把2080T拔了 上了GT710亮機卡來測的整機功耗 出現的情況是三顆六核心處理器的功耗基本一致 10100要低20多瓦 看來B460要帶動不帶K的i5 供電規模只要跟上一代差不多就可以了 溫度這邊在同樣是AS10307的情況下 Intel的三顆處理器的溫度都非常相近 10100D丟丟 3600的溫度則要高不少 7nm的積熱問題確實還是比較明顯的 不過除了顯示的數字高一點以外 對正常使用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總結,經過仔細的對比和測試之後 我們確定了10100和10400 它們果然就是頻率有一點不同的7700和8700 總的來說在生產力性能方面 10400是弱於R53600的 算上優化的話勉強能拉到接近 對比9400的提升倒是比較大 畢竟這其實就是8700對比8400 而10100和9400的差距則是在10%以內 遊戲性能10400略強於R53600 10100和9400差距依然不大 所以這個時候最關鍵的就還是擺牛套裝的價格了 10400淘寶散片在1200出頭 對比9400性價比也算是有所提高 後續不帶和顯的散片降一降價 1000左右能入手的話感覺還是可以的 不過配套的B460主板首發的價格就比較貴了 大廠的平均要到8900 加上CPU一套就要2000左右了 而對手的3600只要1500左右就能買到版用套裝 可能是為了兼容8核的i7 主板供電規模高了成本也就上去了 目前5600能買到的B460只有小品牌的入門型號才行 實際上從前面的測試也可以看到 如果只是上到i5的話供電要求其實沒有這麼高 希望後面大廠能夠出一些供電規格和上一代B365接近 價格低一點的主板 而i3 10100這一邊到我做總結的時間點為止 市場上面還是處在缺貨的狀態 價格比較高 盒裝基本上要去到1000塊 鹹魚的QS版也要7800 再加上主板又這麼貴 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就不怎麼像了 現在同價位不管是i加還是a加都有很多更好的選擇 看一看後面不太和顯的i3 10100F 能不能降到上一代9100F的價格吧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點個贊只要動動手指就行不用花錢了 新觀眾再點一個訂閱那就更好了 同時如果你有電腦主機、電腦硬件、電腦外設需求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淘寶店鋪翼王的藏寶哥看一下 時代處理器的主機也會同步上架的 那麼下次再見,我是翼王,掰掰